歡迎收看 有梗來報 陽明幫找梗 今天非常特別的來賓 大家畫面上看到這一位 是號稱台灣第一 他自己說是第一肥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很熟 台灣第一AV女優吳夢夢 歡迎夢夢 大家好我是吳夢夢 好這個夢夢聽說 是剛結束他的工作 然後就趕來我們這邊來錄影了 所以他也是很辛苦 但是我們在進入正式節目之前 我跟大家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耿傳媒突破3萬人訂閱 所以今天吳夢夢 特別來當破3萬的特別嘉賓 我們也要挑戰耿傳媒第一次黃標 我們挑戰一下Youtube的尺度 我們來試看看今天會不會 真的拿到黃標 但是我會呼籲大家如果黃標 我們這個節目就沒有收益 如果這個好心的老爺 這個大爺大媽們 可以抖內一下 歡迎支持一下 我們這個優質的媒體 好我們就來一樣 其實每一次我訪問的對象 大概都是會講一下 他們這個成長的一些故事 很多人看過吳夢夢的這個作品 或是說知道吳夢夢這個人 但不見得了解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今天其實蠻難得的 吳夢夢這個準備了這個 他小時候非常清純的模樣 我們可以看到 哇這個這個這個 這是你幾歲的時候 這個是我上面是1995 那是我四歲的時候 四歲 其實這樣就把這個孟夢的年齡 透露 哎呀 年齡密碼透露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個這個 其實小時候看起來 就真的是 其實是很可愛的小女孩 跟現在其實差不多吧 不不不 我說的 我說的可愛跟那個 那個是說那種無邪天真 但現在你畢竟已經是一個 這個叫做 應該是用這個美女 是跟這個小時候的清純是不一樣 小時候你自己印象中 小時候你比如說 你自己覺得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女孩 是一個很開朗大方 熱情的小女孩 嗯 那所以你看 其實照片裡面 你都是笑容 嗯 很喜歡笑 所以家裡面比如說 管得很嚴格嗎 嗯 我小時候其實一路都是從 奶媽家長大的 我一路待到了12歲 才離開奶媽家 就是家裡面的環境的關係 所以就是由奶媽帶大 對 去保姆家過 保姆家帶大 我可能半年一年 才見得到我媽媽一次 是 那其實蠻辛苦的 這比那個牛郎之女 還要 跟媽媽的那個關係互動 會不會比較疏遠一點 嗯 現在有比較好 像是朋友一樣的關係 嗯 可是其實我自己是很 開心自己 可以在保姆家長大的 怎麼說 我在保姆家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小孩 我們可能有四五個小孩一起 哦 對 就是保姆帶的小孩 對 你們就等於 你就會覺得反而是跟他們 像兄弟姐妹一樣 對 嗯 而且我的保姆對我很好 你在你們家好像 你還有一個弟弟嗎 對我還有一個弟弟 但是我弟跟我差了15歲 哦 我現在國 他現在在國三 哦 哇 真的差很多耶 所以你在保姆家 待到12歲 你的弟弟還沒出生 所以你從小 你反而會覺得 你的兄弟姐妹 就是在保姆家 認識的這些小朋友 沒錯 哦 那這些這個 這個當時的小時候的朋友 現在都還有聯絡嗎 有一些還有聯絡 嗯 我覺得這個 都是很難得的緣分 對 我其中一 其中一對姐妹 還是就是 我們市的市長的妹妹 你們是 對我是花蓮市的 市長的妹 真的哦 哇好有趣哦 所以我就是跟 一群不同家庭 出生的這樣的 小朋友們一起長大 哦 你說的是他長大之後 他的哥哥變成了 花蓮市的市長 對目前是 真的哦 好 那其實這個很有趣的故事 當然夢夢小時候 是這樣的天真 清純可愛 到底 為什麼會往這個所謂的 大家一般比較不會想像到 往這個所謂成人產業 到了高中 這是高中 對 這是已經是高中了 高中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看 左邊是應該是在學校 對在學校 右邊就是這個 應該是去拍這種 類似像外拍模特 對 從花蓮到台北來拍攝 哦 你在花蓮讀書 對我在花蓮念書 但是你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到台北來做這個 類似外拍模特 對 那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會接到這樣的case 我自己有抱持著心夢 就是一直以來都可以靠著 天生的外在走吃這行飯 後來發現自己不夠 就是不夠漂亮 不管是外在條件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往就是 目前發展 就是你本來是希望進入所謂的 模特兒圈 光明演藝圈 類似 沒想到最後進了 暗黑演藝圈 可以這麼說 也像是 就是你本來攜帶的是 有一天我能夠當明星 對 但是 那個上天幫你關了一扇窗 卻讓你開了另一扇門 差不多意思 沒想到 這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變成天后 也沒有到天后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小時候其實你就是 我覺得就是 跟現在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差不多 對 就是看得出來 就是比較嫩 比較稚嫩的樣子 我有去做正二 就是上下正 上下二股全部打碎 重新對齊 所以我的臉型 是從圓的變成劍的 就比較劍一點就對了 所以你看 你那個時候 高中的時候 像去拍這些外胎模特 一定就會有這種什麼 大哥哥在那邊跟你毛手毛腳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不會因為這是時裝的外拍 對 那就是像這種 這種也是時裝 也是時裝 就是五六個攝影師 在一起拍你 就是那種外拍團的 對 我是接外拍團 可是像這種 那個年代應該是 類似無名小戰的那個年代 對不對 對差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基本上 你基本上還是以一個 比較希望能夠有一天 能夠踏進演藝圈的心情 來做這些工作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適合目前的發展 所以你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你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副業 應該讀書還是主業 本業 那你這樣的副業 其實一個月大概可以收入多少 五六千塊 五六千塊其實以高中生來說很多 我從花蓮到台北來回就八百八 一單兩就八百八 所以扣除就是火車的車錢 然後扣除買衣服的錢 我每個月大概也是付五六千塊 因為我要買衣服 你這樣是賠錢生意 你還是照做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那你覺得是在投資自己 是 這個也算是 但是後來 其實這也是高中的時候 對 那也有一些比較 這個相對來講 以高中生來講 算是比較尺度比較大 對 那這樣尺度比較大的 這個收入就會比較高 是 對 所以當時比如說 是什麼樣的狀況 讓你願意 比如說你是覺得 對自己的身材有自信嗎 還是說 有人就說 這個可以賺比較多 你不要再虧錢了 你一個月賠五六千塊 划不來 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其實是互惠的方式 這組圖是因為 攝影師拍得很好 所以我才會請他拍我 我知道 這個有一些攝影師是名師 對 你就會想說 幫你留下你青春的這個記憶 但是 但是你的這個所謂大尺度 當時的 畢竟還是學生 對 你的尺度最大到什麼樣成 就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到這裡 就是露腿 然後可能就是小可愛睡衣 遮點 三點不露 三點不露 然後但是不會全裸 對不會全裸 就是因為有人說 是什麼全裸不露點等等 對 所以你自己覺得 就是說在你學生時期 去拍攝這樣的模特 讓你學到了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一些體悟 會不會比一般的同年齡的學生更成熟 我其實在這個時期的前兩三年 就一直在不斷的自拍 然後在網路上 期末聊天室啊 那種地方給大家看 我喜歡獲得稱讚 你希望把這些照片 讓更多人看到 對 然後希望有一天 有人就說 欸 可是你那個時候也叫夢夢 沒有 那時候叫其他名字 對 然後可是你就會希望說 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拍照 這個照片的 裡面這個女主角是誰 有這樣的想法 那個時候 只是沒有那麼認真的想說 我要讓大家知道 而是想說 我給你看 那你要稱讚我 因為我拍得很好 我想要獲得別人的稱讚 想要被肯定 想要被肯定 好 所以呢 這個當然清純的這個時期 大概就到這邊了 是 沒有 但是後來我記得 你是先做直播主 對 你是大學畢業之後先做直播主 我先去做了遊戲公司的客服 然後再去做直播主 對 那直播主 你就開始尺度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了 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個時候 直播的尺度可以到全裸不露點 全裸不露點 就是說 你原則上那個時候 基本上還是秉持著 就是 不該露的我不要露 對 但是你到了直播主時期 你的這個收入 會增加很多嗎 當然比遊戲客服多很多 就是從可能月薪幾萬塊 突然變成了 第一個月就賺了25萬 我就覺得 這麼開心 25萬 所以那就是說 你在進入直播圈的 第一個月就拿到六位數 而且是20幾萬的一個收入 你就覺得 哇你的人生改變了 我的人生改變了 那我要怎麼繼續做好這份工作 然後接下來 為什麼 那為什麼會往這個 所謂的成人產業 其實是有點壓力太大了 因為做直播會需要承擔別人的情緒 他們對你投資的越多 他們希望回到回報的越多 我沒有辦法真正的回報別人感情 有可能我的綁一是香港人 他丟了140萬 但是他成天就說 那你不理我我就要去死 就是這種乾爹 這種情緒勒索的乾爹 反而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不是一兩個人 因為我不可能就是 靠140萬 你有一堆140萬的乾爹 差不多意思 但是老實說 因為那個時候你年紀也很輕 25歲其實不算輕 還是很輕 這個20來歲 雖然說現在可能18歲 19歲的直播主也很多 但是在那個 那個就是說在直播的這個領域 直播這個圈子 總是有人覺得說 你就是我的女神 你就是我的心靈寄託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給你這些壓力之後 為什麼會最後轉進 這個所謂的暗黑演藝圈 我們那個時候是比賽 因為其實我兩份合約是一起簽的 他們是同一間公司 然後它是一個走綠播 你說的是那個數字直播 對數字直播跟S平台 他們是之前是同一間公司 對 所以我是一起簽的合約 然後S平台越來越大尺度 然後它給的相對應的獎金 也越來越高 就會高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為了要多賺更多 是 你就得要拖的更多 花更多的這個力氣去經營這一款 應該說那個時候我心裡已經被壓垮了 我就是沒有辦法繼續附和別人的情緒了 然後我發現同樣的 同樣的付出 就是我只要付出身體 我不需要再負擔別人的情緒 但可以獲得一樣多的錢的時候 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進去 就是你覺得 反正肉體能解決的都是小事 不要再跟我說要去 就我知道 可見其實夢夢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就是說他寧可就是說 這個犧牲自己的肉體 也要來拯救群眾 希望大家不要看到這個影片 千萬不要有這個尋短的念頭 大家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們夢夢還會繼續拍很多的這個片給大家看 是這樣嗎 是 反而到這邊我自己會講不下去 很厲害 好 那當然這個 這一張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 是這個就是你的AV的這個算劇照 其實這張是寫真照 寫真 你也有出寫真集 一般的寫真照 沒有就是自己拍來快樂 留念的 但是慢慢就是說其實這個 你成長 等於說這已經是你進入所謂的女優圈了 對已經30女優了 其實你進入這個成人產業 到現在也不過大概三四年 六年了 六年了 對就從當年2017年開始算到現在 就是看你的片的人 可能從這個國一現在已經是到大學 有很多人跟我說 看著我片長大的 我就不要 這才是所謂的第一AV女優的價值 你要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是看著波多姨的結衣長大的 對不對 有多少人是看著這個山上優養 對不對 那當今天 台灣突然有一個說 我是看著吳孟孟長大的 說你不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嗎 沒有 我就說18社以下不能觀看 對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成人產業就是要成人才能夠進入的產業 那我們一樣講一下 就是說AV這個產業 跟過去你接觸的不管是客服這種一般的工作 跟這個直播 直播已經算是比較演繹工作了 或是外拍AV真的比較好賺嗎 AV真的比較好賺嗎 如果你有辦法適應直播的高強度心理壓力的話 直播會好賺很多 對 因為我其實做直播的薪水還是比做AV好 所以做直播 是一種等於說也在考驗自己的性格適不適合 對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每天 來你快點來抖淚刷個火箭來 哎呀我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你只要刷來他就不理你了 我覺得做直播不只是線上跟人家聊天的那一個小時 你線下維護很重要 如果你線下沒有理他完全不理他 人家怎麼可能對你付出更多 那他們會想要把你約出去見面嗎 約出去見面我都可以啊 真的喔 對 那可是會對你有一些其他的那個要求或什麼的時候 會覺得他很無理 然後並且跟他講說不行 對 就是你在直播主的時代 基本上就是說粉絲 或是說這些所謂的斗內的這些粉絲 會變成是你一個生活的重心 對我生活圈的各種朋友 你們會變成我生活上 分享各種生活大小事的朋友 然後你們也可以跟我投訴你們生活上 遇到的委屈啊 你們的心事啊 就是夢夢商談事 對 就是說有點像是這個諮商老師的概念 但是 但是 好當你今天進入到這個AV產業 現在的粉絲如果要再用類似的概念說 我都有看你的片 我可不可以跟你碰個面 就不需要 聽起來很可怕 空中見就好 你就看著我的片就可以了 所以 但是老實說 要進入AV產業 你自己做了 就是說難道那時候 有人第一位邀請你拍AV的 因為自己比如說這種直播露點 跟拍AV還是有不同的狀況 對 那到決定是用這種所謂的拍攝AV的這種模式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下你願意 我其實一直都是自編自導自演 所以我就是第一部A片在長片 在2019年上的時候也是自己找攝影師說 那我們來拍一部長片看看 因為我以前都是拍可能30秒 甚至就是30秒幾段的影片 那我想要拍一部完整的一鏡到底的長片 你們來幫我試試看 你第一次就嘗試一鏡到底 對長片的話 一鏡到底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沒有喊卡之間 對啊 那個剪輯費用很低 不是剪輯費用問題 是難度很高 你看一下你現在雙機 他們那個剪輯費用就會 真的真的上去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鏡到底剪輯費用領戰 你只是為了這個成本壓低 所以你就覺得一鏡到底OK 我們自己學新聞傳播的 一鏡到底難度最高 為什麼 因為你演員如果今天特別是拍戲 演員要在整部 比如說20分鐘 都在這個情緒裡面 你不可以喊卡 一鏡到底難度在這邊 對 但所以你第一次的片子 就是一鏡到底 對 那其實你算是這個 隨時可以進入狀況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一個拍片的現場 這個做愛做的事 跟那個一般在房間裡面 跟愛人做愛做的事 是不一樣的 其實對我來說差不多 沒有到太大的差異 可見你這個真的是 天生要吃這一行 應該是 真的 因為很多人 我相信你現在 就是說在這個AV產業 你也看到了很多 這個嘴巴講的自己多神優 一到了片場之後對不對 那個褲子一脫下來 然後那個 現在準備 5 4 3 導演等一下 我還沒有印起來對不對 會嗎 會 就是 只會男優遇到那種問題 女優不會 女優就是 就是你們隨時可以來 對 我們隨時都可以 沒有但是也有 也有女優會害羞 或是什麼可能心情情緒 緊張等等的吧 我高中就在拍大尺度的照片 我沒有害羞的時候 好 這個請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姐姐有練過 從小拍大尺度照片 營造了她這個 後來在AV產業 一點都不會確察 好 那到底呢 台灣的AV產業 是什麼模樣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請 AV女優 這個第一AV女優 胡茂茂來解答 我們先從小拍大尺度 我們再次請到小拍大尺度 我們先從小拍大尺度 我們先進去